彰化蛋黄酥米店 每年中秋节前 总是出现贪食蛇景象 爆牌的人龙看不见镜头 从深夜排到白天 而现在已经不开放排队购买 没想到居然有人买不到蛋黄酥 写信到彰化市公所恐吓 彰化市公所信箱 收到一封标题为 随机砍人抗议的信件 内容直接点名市长林士贤 说害我买不到蛋黄酥 要带刀和枪从办公室 嫌犯好大的口气 市公所急忙报警 我现在非常扯 已经报案了 报案不是维护我个人的安全 是维护我们整体的市民的安全 这封信相当敏感 因为日前张花市长林士贤 才怒指蛋黄酥米店是麻烦制造者 不把号码牌导致乱象 我也是从高雄来买 我就买不到我也不会怎么样 就是算了这样子 实在是不需要这样子 蛋黄酥而已 是民众真的想买买不到 出言恐吓 还是店家又或是代购业者不满 激信的人到底是谁 现在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那初步清查IP来自于境外 恐吓罪最重两年以下有期徒刑 而持有枪械还可除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嫌犯血性呛瞎 可得付出代价 记者 程顺 刘文宾 王沙涵 彰化 采访报导